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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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汽車世界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Sty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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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大家為購車式GP車隊加油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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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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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各位汽車世界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家瑋 很高興汽車世界這次來大鵬灣採訪ODGP的閉幕站 我想汽車世界老闆一定很支持國內賽車運動 我先講一下這兩天可以說是多災多難的兩天 首先在禮拜五練車的時候我是把上一站的亞軍的車子DC5 因為我沒有時間陪他練車所以就直接下場了 結果沒想到在第二段的練習引擎就炸了 而且我沒有辦法在很短的時間內搶修 當時我的想法其實我是想放棄的 可我還想想禮拜天還會有很多車迷朋友會來 所以臨時又決定了把我身旁這一輛已經退休了 其實他應該比較年輕啦 TC5是七代這個是八代 八代的FD2還是無線的廠車 又拖下來 那我本來以為一切的惡夢 惡運就要結束了 結果沒想到剛剛測試賽 我一出去第一個彎運行只剩下三缸 我想玩了 可是測試賽只有一次 大會不可能因為你只有三缸 延後一天測試賽 所以我就只好硬硬的用三缸跑完測試賽 所以單圈大概在1分59 跟我的預期的1分58 甚至57還有很大的落差 現在技術還在搶修 那看明天 我只希望完賽 也希望明天可以把這台車很完整的帶回來 然後跑出一個還不錯的成績 完賽是我最大的目的 超級正確的 所以早上天的行李 今年最後一站OTGP已經結束了 那我也順利的完賽了 雖然我們有每一站站上頒獎台 不過我有一個紀錄 嗯還不錯 就是每一場都完賽 我在禮拜五練車 我的DC5就壞了 那我一直很不願意用FD2跑的原因 其實很多人不知道 其實FD2因為他馬力球200匹 可是DC5大概有340匹 那更慘的一點就是他們在同一組 所以其實賽會在分組上 我覺得還有一些值得研究的地方 那結果我本來以為我把FD2運上來 大概就是我的心態就是陪跑 然後都順利完賽就好 因為我覺得完賽很重要 超越自己很重要 並不是一定要上頒獎台 因為頒獎台只有三位車手 你不可能每站都站上頒獎台 大家都很努力 所以我覺得大家輪流上 會比較公平一點 那還好決賽 車很順利的完成了 除了胎壓有點小小的意外之外 那聽說 聽賽會說我還拿到第三名 這是我第一次開的FD2 站上頒獎台 那我也不知道有沒有啦 希望等一下是有的 那很高興這次七的世界來大鵬灣 為我們拍攝 為我們加油 也謝謝七的世界 那也希望觀眾能夠多多支持七的世界 MING PAO CANADA Zither Harp Zither Harp